长安起源轿车双子星 起源A05 起源A07 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了吧 作为长安旗下的新宠儿呢 她的交车仪式想必也是别具一格的 好 那么我今天就来到了长安起源的交车仪式现场 具体是什么情况 走跟我去看一下吧 3 2 1 领数据进化 好了 现在交车仪式也就结束了 可以看到现场是非常的热闹的 现场这么多车主呢也提到了自己的爱车 可以看出来起源为这次的交车活动还是非常的用心的 那么据我所知呢 起源A07和A05这两款车上市以来呢 订单量已经突破了2万辆 这是不是也说明了用户对这个车型的认可呢 好 现在我们就去看一看这两款车怎么样吧 其实我今天刚来到活动现场的时候呢 就被起源双子星的颜值所吸引了 就我个人而言的话 我会更喜欢尺寸大一点的车型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双子星中尺寸更大一点的起源A07 看看这个A07封闭式的前格杂啊 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有新能源车型的风格 花瓣式的这个轮骨看起来还挺可爱的 柔美的车身线条搭配上这个小翘臀 整个车散发出来的都是一种低调优雅的感觉 那咱们中国人不是一直都讲究以和为贵以和为美吗 这辆起源A07是非常符合中国式的审美的 哦 对了啊 刚刚我说我喜欢大车 那我们来看一下起源A07的尺寸 长4米9 宽1米91 高1米48 那作为一辆十来万左右的车型 2.9米的轴距 在这个价位区间来说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了 起源A07的内饰呢 还是采用了当下新能源车型比较简洁的风格 中框最打眼的必然是这个15.4英寸的2.5K 超载边框悬浮大屏 它搭载了8155高性能的芯片 车机那是相当的丝滑 它还有一件被抽 而且还有2.1平米的同级领先的巨浮全景天窗 16个高品质的扬声器 最有意思的是它的A2HUD 融合了导航和娱乐 这个倒还挺有趣的 最主要的是起源A07标配了L2级的IACC智能领航系统 这一点应该算是王炸配置了吧 现在很多朋友买车的时候呢 都会考虑增程版本的车型 起源A07的增程版本车型呢 采用了1.5升的高压缩比阿特金森循环发动机 最高功率达到了70千瓦 峰值扭矩达到了141牛米 发动机与发电机直连大幅度降低了传送的损耗 发电效率高达96% 在提供了7秒级零百加速的同时呢 还实现了每百公里4.5升的亏电油耗 和200公里的纯电续航 以及1200公里的综合续航 那既然是为双子星举办的交车仪式呢 我也不能厚此薄彼 刚刚说完了起源A07 现在我们就去看一下 那么新鲜的朋友都已经发现了 其实A07和A05他们的外观风格是相似的 不过因为A05是紧凑型车型呢 A05长4.785米宽1.84米高1.46米轴距2.765米 所以A05看起来呢就没有A07那么的飘逸 多了一丝厚重的感觉 不过它的价格呢是真的香啊 我在这里先卖个关子 待会再说 外观设计方面呢 起源A05采用了长安汽车家族式的设计语言 整体造型走的是一个时尚简洁的风格 车身线条流畅 搭配动感的造型和细节处理 让整车看起来非常具有运动感和时尚感 还有这个官方宣称的数字仿生微笑前脸 能够让你一见开心二见清新 续航方面呢 长安汽软A05提供70公里和145公里的两种纯电续航版本 其中145公里的纯电续航版本的超长综合续航里程达到了1300公里 百公里综合油耗只需要0.98升 起源A05和起源A07 它们的价格呢 我刚刚不是卖了个关子吗 起源A05 8万9千9到13万2千9 起源A07 15万5千9到17万6千9 其实我觉得这两款车型呢 结合它们的外观 内饰动力啊 配置各方面来说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而且刚刚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的交车仪式里面 有一位车主他今天过生日 然后起源呢 也是现场为他准备了生日蛋糕 让大家一起来为他庆祝这个生日 让他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又过了生日 又提了车 就是双喜临门 就是会成为有纪念意义的一天 这也是能看出来起源真的还蛮用心的 那最近有换车买车打算的朋友呢 其实不妨考虑一下这两款车型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在这边 你怎么看的